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扭曲历史而遭到网友们抵制 决定停播一个礼拜的韩剧《求孙库马萨》 因为争议不断的持续变大 几乎所有的投资商、广告商也都做出停止赞助 撤资等的决定 结果,SBS电台也最终决定全面停播此剧 男主强东勇也发文道歉了 投资了320多亿的韩剧《求孙库马萨》争议 就这样创下不光彩的记录结束了 但是这个风波却影响到了6月即将要播放的韩剧《蔡冠华》 蔡冠华是当红演员成员 以及BLACKPINK成员极俗之演的新戏 并且也是去年创下最高收视率的韩剧 SKYCAST的导演与编剧再度合作的作品 所以从发表制作开始就受到了国内外非常大的关注 那到底是引起了什么争议呢? 这部戏的背景是在1987年的十二 而1987年是韩国的大学生为了抵抗军事政权 民主化运动最激烈的时期 但是当时执政的军事政权政府 却误导带风向对一般民众表示 提倡民主化运动的学生们 都是受到北韩共产主义者的指令而引起内乱的 实际上当时很多无辜的年轻人 都被军事独裁政府的左右手安吉普抓走 受到严酷的口吻后 不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是被迫成为北韩的间谍 所以在很多韩国电影电视剧 也是将安吉普描述的非常负面 当时在安吉普受害的人 失去家人的人 现在都在活在痛苦的记忆当中 所以问题就来了 到底是采光的哪个部分引起了争议呢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 在已公开的采光网集群中 女大学生永远冒着生命威胁隐藏治疗 以为是因为民主化运动而身受重伤的俗活 但是俗活其实是北韩的间谍 刚才也说过 因为当时的军事政权 把提倡民主化运动的大学生们 都诬赖成收到北韩指令的人 散播民主化运动是由北韩间谍所主导的优言 结果据中以为是提倡民主化运动的大学生 竟然是北韩间谍的这个设定 很可能会是在贬低民主化运动 然后看角色介绍的话 把两位演员饰演的安吉普组长 描述为原则主义者有热情的人物 有热情的人物 所以部分网友们就担心 这可能会美化了当年安吉普组长的形象 而且急速饰演的永秋这个名字 也会让网友们联想到 真是历史里的民主运动家陈永秋 而这位也是安吉普的受害者 对此其TBC电台昨天也发出了声明表示 蔡光网是讽刺南北对立的情况下 大选政局的黑色喜剧 在风波中牺牲的男女爱情电视剧 北韩间谍主导民主化运动 美化安吉普等都不是事实 希望大家不要对尚未公开的电视剧 进行无差别的指责 因为Blackpink居所拥有非常多的海外粉丝 而且影响力也很大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担心 会将不实的历史讯息 就这样传递给外国人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电台都已经解释了 没有美化不应该的东西 而且连电视剧都还没有开始播放 就这样想带风向抵制的话 是非常不应该 对于韩剧《采干瓦》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是 Shu Pojunia行动的结尾妖精 啊 大发 啊 超好笑 果然一名神童不是乱曲的 真的是多才多艺 是我看过当中最棒的结尾妖精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Lisa 生日快乐 我下支影片 我下支影片